這是很厲害的那個 應該算是一種面膜吧 小小的脫 小小的 更白了 給建築報一下 差太多了吧 真的耶 因為它白的 那有人堅信說白色入肺 所以用這個東西來什麼 來吃啦 或者是來抹粉 來敷臉 好香喔 香香的 然後把它捲起來 好厲害喔 感覺好捲的 漂亮耶 來 東西 好 今天又是一個 要關心全家大小的問題 那要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好 雷萌老師說 去老妖怪上陣 我們自己才是妖怪吧 我們是美女 美少女 對 我們是正常人 大家都希望要健康 當然又能夠更美麗 可是今天有個重點 邀請到的來賓呢 都比他們身分證實際的年齡 年輕至少多少 2 20歲 我不跟你講 郭老師看起來幾歲呢 吳醫師講的 吳醫師說了算 行男嘛 行男 對 行不行的行嗎 有行的行 有行的行 對 30歲好了啦 還40歲 來來來來 好 所以他承認他是妖怪 不老妖怪 那為什麼他會不老妖怪呢 手藝一級棒 對不對 他保養這麼好 等一下大家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但是今天也邀請到醫師來幫我 而且是中西聯手 不美不健康才怪對不對 好 首先我們歡迎是我們的 中醫師 吳明珠醫師 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位 應該是第一次來到台灣台 所以說台語也會通 好 歡迎是我們的皮膚科醫師 如敬醫師 大家好 好 不老妖精還要再介紹一次嗎 對 梁某老師 梁某老師今天要做一個 很棒的料理喔 真的是越吃會越年輕 是 好 另外也是我們的美少女唐琳 嗨 好 唐琳秀一下 妳手上這個是敷了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猜猜看 我手上猜猜看 大家不要誤會 不要以為我說 剛剛什麼 我沾到什麼了 不是姨姨中間罵罵罵罵 不是 這個是很厲害的那個 應該算是一種面膜吧 而且是自己附翻 然後調配的是 對 是誰呢 老師對不對 好 剛剛有人猜說是敷了巧克力 還是敷什麼 有人講說雞屎白 那雞屎白 那雞屎白 在那個農民歷上面 解讀有這一個嗎 有啊 就是那個 雞屎白 真的是那個啊 真的是雞屎白嗎 不是 今天是絕對沒有雞屎白 對 而且還滿香的啊 賣個關子 而且這個 有材很簡單的嘛 沒有什麼要材 簡單好看好學好實用 不過我們來看看 貴婦級的或王妃級 她們怎麼樣保養 英國王妃 凱特王妃 大家很喜歡對不對 漂亮 一出場的話 巨星的風采 對不對 你巨星很厲害 這是新宅 好 面貌就是面貌 果然風靡全球 是 你看看 但是呢 人家凱特王妃也有她的 美魔的秘方 是啊 包括了我們看到 巧克力敷臉 用黑巧克力嗎 好像很厲害 要吃到黑巧克力吧 對 比較健康嘛 巧克力來保養身體 這個滿厲害 我之前有去體驗過一次 但是我做的是身體 它那個巧克力啊 它就是有個 用那個酒精燈把它溶解之後 然後就是塗抹在身上 除了可以 它裡面有什麼 巧克力裡面的因子之外 還有 還有它有一點點 那個去角質的功能 然後 說身體是有點去角質 但臉的話可能不一樣 還沒加糖之前吧 加了糖 可是巧克力裡面 沒有沒有 沒有加糖 沒有加糖 所以我才說 你要用到黑的巧克力嗎 對 我拿來吃 我都拿來吃 我都拿來吃 我們都是拿來吃的 對啦 它非常 就是敷在身體上是非常的香 很濃郁的那個巧克力味道 可是吃起來是沒有味道的 那它為什麼可以美容 你看 因為巧克力它有中柳油跟脂肪酸 具有滋潤皮膚的功效 可是如果用好的成分 對不對 敷全身 我們可以嘛 對 口袋要吃 對 對 它真的很對 好 那參考一下 我們現場就有人試過嘛 糖尼 糖尼也漂亮當當 好 另外呢 它還用過牛奶燕麥泡澡 這行不行 通常這樣搭配是拿來當早餐的 對不對 但是它是拿來泡澡的 我們聽聽看醫師的看法是怎麼樣 OK嗎 對 第一個來說的話 我真的覺得 王妃就是王妃 為什麼 第一個有錢又有鹹 孫種 對 臉部的地方用巧克力的部分 不止來說的話 它有什麼的油脂 我們都知道可可脂的滋潤的 效果很好 可是它其實還有含有 維湯B以及E的部分 再加上來說的話 其實可可裡面還是會有咖啡因 所以咖啡因又可以消水腫 所以都是一間消水腫 然後來說會要給皮膚的部分滋潤 對 只是來說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用到頂級的巧克力 這個價格應該就會很高 那我跟妳說 如果你是油性的臉 對 你就不能敷巧克力 越敷越油的 豆子就出來 對 所以這個大概比較適合 是歐美的部分人士 為什麼 因為那邊天氣乾淡 皮膚的皺紋 細紋都很多 真的耶 可是大概不太適合 在我們的這種亞洲 尤其台灣這種濕熱氣候 大概就不太適合 先不說口袋深不深當 如果說以膚子來講的話 你就要看適不適合 對 那為什麼會用牛奶以及燕麥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知道埃及燕後 以前習慣用牛奶泡澡 對啊 到底為什麼來說要用牛奶的部分泡澡 大家想說 可能是因為有點油脂 其實不只是這樣 因為牛奶裡面有乳酸 乳酸的部分可以幫助我們軟化角質 我們都知道我們有時候身上的地方 會有一些角質過後 會看起來色素沉澱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來修化 溫和去幫我們代謝角質 又可以幫助天然保濕因子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用來它的作用就很高了 再來來說的話 則是燕麥 燕麥的部分的話 則是可以幫助我們有潤澤的部分 滋潤 對 現在有很多那個 燕麥的部分 做成萃取的部分的保濕霜 另外可以舒緩它的敏感 對 只是我是覺得 如果只用燕麥 它的鼓力那麼大 怎麼可能來說的話 泡一泡水 就會有那種萃取的東西出來 對 所以這個燕麥泡澡呢 我對於它的效果 是比較值得有懷疑的部分 就是餵泡 我都是 我以前就是 你也都是這樣泡嗎 我是那個啦 有時候我忘記了冰箱裡面 那個牛奶的 牛奶過期了 過期了 我一看就捨不得 就把它拿來 這個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 所以吳醫師有嘗試過 牛奶泡澡對不對 過期過期的 過期的這樣 過期的 好像說我們還瘦節節 對 在那個蒸氣室裡面 我有看到那個媽媽 她拿一小瓶一小瓶 其實那個飽酒乳不會很貴 所以它就是那個 在蒸氣室裡面全部都是蒸氣 然後她就是把它 塗裹在身上去角質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這招很高耶 因為那個價錢又沒有很便宜 也不用靠著 它就是一瓶小小的 好久了 就抹全身 可是我懷疑它的效果 對啊 那個活動 對 還是這種天然的部分的話 對 就天然的部分 有它的好處在 可是如果你可以選擇 一些更方便的方式 對 現在科技那麼進步 沒錯 對啊 你要乳酸也有 萃取出來的乳酸 你要燕麥萃取 也有燕麥萃取 對… 好 另外香蕉酪梨泥 你這敷腳的 這個… 這個有點偷嘴 莫比很貴耶 有點偷嘴 對…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拿來吃就好了 但是真的 這個真的是高級享受 為什麼 因為想想看 香蕉裡面的部分的話 一樣也還有豐富的部分 一些的油脂 然後它有 Omega-36的部分的脂肪酸 對 其實對皮膚非常的好 對 然後裡面也有 丹寧酸部分 可以降低皮膚的敏感 順便來說的話 藉由一些膠皮素 可以軟化角質 所以一些厚皮的部分 同時又可以軟化角質 又有滋潤 那甚至酪梨的部分 也有酪梨油 所以這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真的 這個成本非常的高 加起來是很加分 是很加分 只是就是 我現在發現我皮膚好 我現在發現我皮膚好 是因為我很愛吃這兩樣的味道 那咖啡膚也是真的 凱特王伯也會用這個方法 剛才這有說過 如果要眼睛燒水腫 可以不用咖啡 好 那這個就讓大家參考參考 因為你剛剛講嘛 有錢有閒 對 要有錢有閒 大家也無傷大雅 大家就試試看 那不過呢 我們講到春天天氣多變 而且希望春風 可以吻上我的臉 你之後呢 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可是偏偏最近很多人去求神說 這個也癢 然後是不是都比較乾啦 對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講 其實講 不老妖怪級對不對 那是否你啦 來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說 我們在這時候 怎麼顧好我們的皮膚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 也有一位美魔女 你知道是誰嗎 吳醫師啊 吳醫師是啊 真的是美魔女耶 美魔女耶 好 等一下再告訴你她的祕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春天 讓我們的皮膚會鬧脾氣 真的 所以最近 探診的是什麼 九招筆 尋麻疹這很多啊 包括九招型的痘痘 尋麻疹 皮膚的部分的濕疹 其實都很多 春天到的時候 到底是我們應該要覺得心情很好 最近大家心情都不怎麼好 白花盛開 對 皮膚的地方就會目以 只要出現一些紅疹的部分斑塊 或是來說的話 突然長了一些的 像是小痘痘 又不太像小痘痘 一小粒一小粒的部分 對 然後又特別臉部的地方 潮紅 所以就覺得好像皮膚搞不太穩定的感覺 對 覺得比冬天的時候還只是乾癢 做好保濕就好 可是在春天的時候就覺得奇怪 好像即使做好保濕 皮膚的地方還是一樣容易膩感 因為那個春天還有臉 哪一天到晚變 清湿都不穩定 對 變化多穿 春天的部分的話 今年就越來越像那種秋天的感覺 尤其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暖冬 然後我都跟我們客人說 現在叫寒春 我們叫寒春 春天的時候變得更冷 然後一下冷一下熱的時候 我們的皮膚肌就會 暖冬寒春 就是越來越化就協調不良 整個天氣都變了 對 所以在溫度氣候變化的時候 我們的血管的部分就會不太穩定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就容易擴張 然後造成一些不正常的發炎 空氣中的水氣因為過重的時候的話 就造成我們的污染的懸浮粒子也過多 然後來的時候的話 一些的粉塵也會比較厲害 對 你最記得就是空氣的 空污很高 我覺得是冷的時候冷得冷得很快 熱得很快 稍微熱的時候不是 冷得很快 那個懸浮粒子夜面天氣就來了 對 被污染 所以這個時候皮膚就很難穩定 就包括過敏 蕁麻疹 老問題的部分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都會發射得非常厲害 可是醫師 通常我們去看皮膚科書 不是都會開 就好像大部分都開那什麼 淚固醇 還有淚固醇 對 實際上說 怎麼辦 就是如果你要分辨清楚 到底是哪一種可能的情況 當然蕁麻疹很厲害的時候 必須要不是吃淚固醇 而是來說的話 開的部分是抗組織胺 降低你過敏因子的部分就好 因為真的很癢 你還是要降低那個癢感 對 可是就注意 既然來說可能是來出一些 塵蟎是最大的主因 家裡其實可以準備除濕機 或者來說的話 準備空氣清清劑 去減少這些來說 化吸物性的部分的過敏 所以塵蟎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塵蟎一直是 我們過敏原 最大的部分主因 反而不是吃東西 過敏血的過敏 好 那該怎麼辦呢 請教如醫師 那就是你這邊有些 家常修護到可以用 含有什麼生長因子 精鋁梅海藻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說 那我就加強保濕 會發覺保濕雖然皮膚不乾燥 可是還是一樣容易敏感 而且保濕會不會有濕疹 保濕不會有濕疹 你選對東西 就不會有濕疹 濕疹是怎麼來的 濕疹是因為當你的皮膚乾裂 有阻之意 所以濕濕的疹字 皮膚有三口 所以我們稱為濕疹 很多人都以為是曬濕會有濕疹 不是 皮膚過乾燥也會有濕疹 因為它就沒有保護層 濕疹 對 因為它是乾裂 沒有外曬的保護層 那為什麼它加強修復 是因為這個時候的話 可能就是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可能也來自於身體 那我們希望睡眠的部分要充足 平常到時候有一些的運動 也可以去吃一些來說的話 能夠幫助我們增強一些 就是調節免疫力的東西 對 外在的部分的話 也不外乎 是希望能夠去修復敏感 降低發炎的部分 所以像什麼生長因子 菁女梅 甘草酸等等 或是像什麼海藻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這些東西 可以幫助我們 去紓緩它發炎的情況 是 可以降低皮膚容易敏感的問題 那你們沒有嘴唇乾裂的現象 有 會嗎 護唇膏不能離身 那這樣容易乾裂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最好的部分來說 就是當你覺得乾燥的時候 你就直接凡士林直接擦上去 對 所以你覺得凡士林是OK的 凡士林 因為嘴唇的地方部分 其實本來就缺乏油脂 它最主要的部分是需要油脂類的 其實我現在不只這裡要 就是嘴唇要塗護唇膏 有時候我開始之前 我連那個眼下都要 都覺得乾 然後乾 然後會有乾臉的感覺 對 尤其是前腹的地方 跟上眼皮 可是我會覺得像這種的 凡士林可以塗整臉嗎 不行吧 對 比較不建議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乾燥 不長粉絲的肌膚 不然你塗整臉 像空氣 油油的 對 就黏上去了 對 就黏上去了 那個就是呼吸的這個部分 對 而且來修化 所以它大概只能夠 插在一些特殊部位 就很像呢 它其實在我們的臉 它都有一個對應區 對 所以你在臉上的話 那你就跟著 如果說你是因為摩擦的 那這個部分呢 它當然一定要用外用的 所以這個就 你剛剛講就是可以內服的 內服 那如果外用的呢 來看看唐玲的手 剛剛我們敷了幾分鐘了 敷了差不多十分鐘的有嘛 可以把它擦掉來看看 我們十分鐘之後呢 等一下刮回來就擦好 它的那個皮膚表面 會呈現什麼樣的感覺呢 那到底吳醫師用了什麼樣的 秘方 我們跟大家分享喔 好 我現在小小搓 因為如果 給鏡頭我抱一下 差太多了吧 對 你用它白的 那有人堅信說白色入肺 所以用這個東西來什麼 來吃啊 或者是來抹粉來敷臉 可以吃喔 好 其實就是要讓你美 對不對 讓你不會癢 因為有時候這個天氣變化的時候 皮膚就不聽話了 那現在呢 我們要請唐玲來分享 他手上的 我叫做美膜膏好了 美膜膏 所以現在就可以把它塗掉了 對不對 敷了之後 讓你自己噹噹 敷了差不多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差不多十幾分鐘乾掉 對 敷了會癢 會有什麼感覺嗎 擦起來是什麼感覺 對 其實看起來雖然有點那個 很像那個 姨姨中心媽媽 其實像巧克力 沒有啦 根本就像巧克力 巧克力 對 糖巧克力 其實它旁邊有點乾了 對 糖巧克力 有點乾了 其實可以不用敷這麼久對不對 對 大概一半八分就可以了 不用搭 小力搓 細皮嫩肉小力搓 小小搓 真的變白了耶 給金蓉我看一下 也是有 這樣 這樣 兩隻手 你要跟另外一隻手對照一下 這樣 差太多了吧 真的耶 哪一隻耶 這樣我看一下 你動一下那個敷過一隻 這一隻是有敷過的 真的差 看起來不但白嫩 而且是嫩嫩的 煥然一新耶 真的差有多 差太多了吧 如果你看 如果敷在臉上 那多棒啊 對啊 天啊 對 那你敷在臉上的時候 你就是八分乾的時候 就開始給它什麼 用點水來弄的 好 藥材揭曉 這是什麼 這次來真正分享一下 淨白敷臉膏 這可以去角質嗎 還是一間有力度嗎 通常我們 基本上 我們沒有給它去角質 但是它基本上 它在我們的藥方裡面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角質變薄 裡面有一個成分叫白薑蟬 你看到沒有 白薑蟬 威師幫我們拿一下 來看一下把它拿過來好了 有我們看白薑蟬綠豆粉 好 對 這個白薑蟬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殘寶寶 就是那個殘寶寶 殘寶寶得了一個病 然後呢 它這個白色 這種菌進來以後 它就變成這樣子 是故意讓它生病嗎 還是怎樣 以前古時候發現 它有這個病的時候 把它拿來抹粉 因為它白的 那果然間信說 白色入肺 所以呢 用這個東西來什麼 來吃啦 或者是來抹粉來敷臉 可以吃喔 可以吃啊 本來就可以當... 要再吃的 好 那因為雷蒙老師平常也辛苦了 對 這樣好不好可以生吃嗎 不行 我們來抹粉 抹粉 然後加上這個白芙苓 好吃是白芙苓 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白吉 我們知道白芙苓 都是白的耶 全部都白的耶 對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去角質的 白薑蟬 然後還有一個清熱解毒的這個 叫綠豆粉 綠豆粉 綠豆粉解毒 但是很多人在用 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這個綠豆粉是那個 外面的那個總皮 蝦醬裡面那個 它裡面的比較少 所以他會發現顏色比較什麼 是綠一點 綠一點 然後偏向白一點 然後白芙苓本身就可以保濕 加上白吉 白吉加白芙苓進去以後 你知道尤其是個白吉 你把它抹粉以後加水弄上去 它就是天然就給你黏在上面 就這個啦 所以這個抹起來 抹起來就變這個顏色就對了 因為它有這個白薑蟬的顏色 這不白也難 都白的耶 你看 對 而且它不是只有白 它還有藥效在 所以你剛剛說要不要去角質 不用 因為它本身這個藥材 就有去角質跟保濕的效果 滲透進去 要不然你看我們的角質 其實有時候還滿厚的 那它要怎麼進去讓你保濕 或者幫你綠白 它需要什麼 突破一些狀況 所以除了洗完臉之外 我們就把這些都抹粉 抹好了以後 就把它用點水 就攪貨攪貨就對了 攪貨攪貨 但是要攪貨的時候要注意 要滴水成豬囉 你不要一下子變成綠豆湯 對… 這個大家應該會吧 不要把它吸了 就沒辦法敷上去了 對 不要太多 就會慢得來 很貴啊 不會啊 對…你問到重點了 這些藥材都是算 綠豆貴不貴吧 不貴 白芙苓也是 其實這個白芙苓 就是我們的慈禧太后 是三… 慈禧太后最愛吃的那個 她也最喜歡用的這個 我知道有時候在路邊 會賣那個茯苓糕 是不是這個 對 抹粉下去 茯苓包子 茯苓糕 對…她本來來說的話 就自古以來有美白的功效 對… 那根據研究就是 她對我們的這個過敏 氣喘 還有一些去濕 我們很怕這個態度 有早上起來 水腫 水腫 這個部分特別好 當然磨成這樣差不多 賣底來的 你怎麼這麼會 你才有大夫 沒有這吳醫師剛剛教我 誰是吳醫師放的 對…好 那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吳醫師有把那個量 就是大概一個藥材的量 都把它寫上 用上來 對… 這有叫珍珠粉嗎 有耶 一點點 珍珠粉總很貴了吧 我剛好沒講 要叫珍珠粉嗎 可是我才兩克啊 兩克啊 兩克而已 對… 少一點 如果不要的話也可以嗎 兩分 這個十克兩分 所以一點點這樣 一點點就OK了 那如果你說我要再白一點 然後我的本錢有夠 我要用到兩克也可以 可以啊 自己拿捏就對了 對… 那基本上這後面是拿捏 那是前面的主成分 白吉、白芙苓、白薑蟬 對… 因為它是從我們的芋蓉傘 慈禧太后用的 請那個清朝的芋衣 幫我們設計的 它裡面有十九種以上的藥材 那太多了 我們就把一些比較… 來… 經典的 經典的藥下槽的 大家也好準備的啦 對… 因為人家是慈禧太后耶 她藥什麼可以…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嫁皇帝 沒有…我們沒有那麼厚 寫照片沒有那麼厚 要什麼… 沒什麼頭 人頭就落地了 也不會啦 最主要不是厚不厚的問題 最主要要有效果 這個是適合一般… 一般的人 那如果長痘痘可以嗎 長痘痘啦 然後呢 已經開始在什麼 有結痂啦 發炎了 然後有這個就是色素成熟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正在發炎癢啊 這我們就不建議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加了比較珍貴珍珠 我們常常講說 你吃燕窩 因為口袋不夠深 或者吃白木就好了 對不對 或者是其他藥材 你講人生…人生有的好 也很酸不酸 那我就吃一般的 可不可以呢 我們也來化解一下 民眾很多的疑慮 可以用這匙 當作這匙嗎 我們先講比較普遍的 就是木耳PK 燕窩 一個是植物 可以嗎 不一樣 可以嗎 這個燕窩在大概 在明朝以來 在我們的醫書裡面 就一直有登記到 就它有什麼功效 你發現它的杏味就是乾瓶 一般的人都可以吃 然後對於燥熱啦 燥熱 燥熱 果旺的啦 或者常常臉紅的啦 或者是氣管比較差的 它有它的效果 那現在的各種的研究 有發現燕窩呢 它有什麼 因為它跟我們的這個燕耳 就是白木耳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什麼 動物性的 因為它有口水 這個是植物 植物的 對 它們兩個字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說你的體質真的很虛 對不對 比如說像孕婦啦 大家都想說 大家給它 孕婦很怕拉肚子 所以如果你的體質 是容易拉肚子的體質 那你說我要顧個氣管 我來吃個燕耳 吃下去 因為燕耳裡面的那個 我們說的纖維值是高的 吃下去 拉肚子這個 拉上好了 護膚甄嬛在裡面 要陷害你呢 讓你拉肚子 讓你流產 是喔 就是要讓你拉肚子 所以它的藥裡面 就要給你什麼 這個叫 這個就給你偷偷放進去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你命就對了 你不就娃娃就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整個這個燕窩嘛 所以燕耳如果這樣看的話 它單位的話 是比較寒喔 它比較偏涼一點 偏涼 所以如果你是大便秘節 一天到那個會咳嗽 那黃東東的 然後又霸便秘節 又怎麼 常常這個我們剛剛說的 嘴巴呢 舌頭呢又很厚 口... 轉化又有點口氣 這時候可以吃一點木耳 白木耳櫻 或者黑木耳都可以 也就是說 如果你體質是很燥熱的 一看就是適合吃白木耳的 雖然你口袋很深 你說你要吃燕窩 完全浪費 對... 就是我剛剛講 你要對症 要合體質 對... 那如果你一天到晚 屁更毛後 拉肚子又要氣喘的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看季節來吃了 可能在冬天的時候 你可能會吃到 我們剛剛說的燕窩 那個夏天的時候 白木耳吃一吃 但是還要加上其他的一些藥材 對... 你就是說有些人說 我吃的是燕窩 我在炫富的時候 其實盤窩都吃不到 沒對症 沒對症完全是... 我吃這個白木耳 但是我沒有白木耳 不是說我吃白木耳好嗎 比那個燕窩 不一定... 你不能體質不適合白木耳 所以不能說這個好 那個不好 對不對 很難說 要看你適合什麼 而且不是說你一直都適合它 有的時候你沒期待 會變 對... 對 來人生跟黨生 這很普遍喔 對 那你就知道人生可以什麼 治癌我們的五臟 它可以大補元氣 看到沒有 所以如果你正的是什麼 譬如說我們產後 那時候不小心 那失血過多 是 因為生產嘛對不對 對... 那甚至於... 子宮呢 低... 檢查都正常 就是什麼 元氣不足 你除了... 我有低... 我有數學啊 可是我的子宮呢 氣還是不夠 那這個時候人生會進來了 對不對 那是要用到高麗生 還是要用什麼生啊 如果這樣 高麗生當然是比較貴啦 對 可能大家問題就是... 這比較好是不是 當然比較苦啊 但是補啊 對... 也就是我們要看需要啊 看需要 所以因為生又分很多種 對... 譬如說啦 這個...我一個老病人 奶奶型的 他拿了一個人生天字號的 那個十字的 就是說很...很寶貴 人家那個... 一個人型在那邊 人型的 然後有一個木盒子打開 我今天忘記帶來 打開給你們看 一看 國寶... 他說可是這個很貴 那個我放很久 那可不可以拿來吃 我一把慢 火氣很大 手開很厚 你可以吃嗎 你會火上加油 你可以吃下去 所以暫時拿來欣賞 這是不行的 那我說你要吃可以 我們就吃個什麼 西洋生啊 或者是檔生就可以了 為什麼 檔生它就是慢慢來 慢慢來 對不對 就是慢性病引起的氣虛 有些人呢 其實氣很虛耶 這個心臟病啊 就吃了很多心臟病的藥 踏個樓梯 喘 好喘喔 氣好虛喔 對不對 甚至於脾胃也氣虛 大便也是這樣 每次出來就是這樣 不成形的 不成形還這樣子 有時候就覺得 上不算 其實都是一種氣虛的表現 我們這個時候 就可以用我們的什麼 檔生 那這個檔生便宜 對 但是它就是持續的吃 效果很好 所以它常常在我們的什麼 四君子湯啊 還有我們有名的補中 一其他 就是用它的 因為它平和 可是會讓你慢慢的補 這個就等快 已經 急震 急震 這不一樣的 而且有時候 一根狀放下去 吳醫師他們兩個 都是屬於同一顆的嗎 它不良 但是都有補性 它是 它這個比較乾平 那這個就叫肛溫 那有些呢 像現在的這個 肛溫啊 肛溫啊 不是肛溫 是肛溫 肛溫 人生很多種耶 對 甚至於有時候人生 就像前一陣子 剛剛那個春天的時候 那個土裡面 挖出來的那個水生 水生 水生 水生就是這樣一條 像那個菜頭這樣 對 真的 對 可是它來做我們一般的 就是春天的料理很讚 很棒 而且沒有 也沒有說什麼 那個有補嗎 也有補 只是說它沒有那麼強 對 所以你吃了 就是有一點那個 陰虛火旺的人吃的都可以 那這個高麗生 就只能吃到這什麼 很虛的 那是錯了 你就發現我好虛喔 可是你的血壓很高 不好意思 你不能吃高 真的你們有沒有這樣的那個 就是經驗 比如說一公 等一下提 就是提元氣 用黑神話 神話 含在嘴巴 結果我含 我含OK 你含就是那個 流鼻血 流鼻血 我們不知道 應該知道要看體質吧 也就是說這個高麗生 其實我這個 還不到高麗生 但是它就是生 吉林生 但是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明南話有一個 很香 你們看 那我們可以含嗎 可以啊 我們先來 這個還有那個耶 什麼那個蚊 有啊 這個還有那個蚊 真的很香耶 今天在場的來 嚕醫師 嚕一下 如果你知道 月經來先不要吃喔 那天馬老師來的時候 我們還不敢 月經來不能吃 月經來會止血喔 鬆起來就對了 鬆起來 可是明南話不是說 人生是補牆不補肉 對 就是負責不負責 對 明南話 負責就是說 你身體越好的 你來吃它的時候越好 可是呢 虛不受補的人 你吃了的話 你會發現 虛不受補 對 一片沒問題的 一片不會怎樣 虛不受補了就不行了 對 但是你月經現在正在來 或者是產後呢 現在正在惡物在低的 現在不能 因為那些髒血啊 然後它排出去 因為它有止血的效果 所以在人生 我們人在中醫用的 有一個叫獨生湯 就是產後炸出去耶 以毒公主 趕快把它蹲下去 這個 所以不是以毒公主不行耶 毒生湯啊 因為虎屁嘛 就是說它會把你好的東西 都不要想要把你什麼 留住 留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你 你的髒血棉排出去 一定會有問題的 到時候會發燒 而且說實在 深圳要知道怎麼吃耶 如果吃飽你很快就火氣燥 對不對 所以你生小孩之前 你可以什麼 這個人生氣 對 你要說生產的時候 要含那個 生產的時候沒力氣耶 這樣把它生出來 可是生完 不能再吃了 因為它會止血 你這樣炸惡物 就排不出來的 好 來得及的人 趕快記得把這個記下來 要生產做到人家生變 我跟你講 我意思是今天讓我吃這一片 我今天有人 你都不會生孩子啊 沒關係 有人跟我講話 我都不理他了 因為心裡開口 我進廣告 美魔女士都吃這個 怎樣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喝這樣一杯嗎 早上空母 空母喝一杯 這樣一杯才多少 不到大概三五十CC 我大概是 中間的話會喝到兩百五 好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喝 分享的是 美魔女的叫什麼 美魔女茶 就吳醫師平時的保養 太棒了 乾杯 不過在喝的之前 我要問一個 先喝好了啦 等一下我還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那個敷臉的 那這個是吳醫師每天都會喝的 每天 冬天的時候喝的 生茶加生 對 你在吃什麼 生產很重 生產很重 對啊 我今天都不會跟人家說話 生產很重 沒有啦 因為你知道冬天 剛剛就像盧醫師說的 現在這幾天 現在是春寒冬暖 對 暖冬 寒春你知道吧 所以呢 這個免疫力比較差一點 所以吃一點這個生 然後一方面 手腳比較不避易 一方面就是 讓我們調整一下免疫力 那還有呢 那是什麼生 我用的是高麗參 我在喝的是高麗參 我在喝的是高麗參 含著那個是不是 含著高麗參 那我另外呢 因為在這個 什麼期啊 更年期之後 之後 之後開始 那天我們那個妹妹講 說 吳醫師姐 我才嚇一跳 我說 吳醫師 她大我一歲 對啊 兩歲啦 兩歲喔 年紀也花甲了耶 是啊 吳醫師其實那個 你的皮膚很好喔 對不對 對啊 這很好耶 結果每次看到她的老妖怪 那你就是說 美魔女是行啦 好不好 OK 也就是說呢 在更年期之後 我們很多東西 皮膚的狀況會越來越差 剛剛開始會長斑嘛 真的耶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 有時候會開始吃一點家味的 然後裡面會用點珍珠粉 那早上的時候呢 對 我就生茶呢 再把它灑上那個 這個跟慈禧太后學的 用一點珍珠粉弄下去 然後呢 你就發現 每天都喝這樣一杯喔 沒有這麼大杯啊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 難怪我認識吳醫師二十年 現在都沒變耶 對啊 沒變 身材有好一點吧 有 有 變年輕啦 是不是每天要喝這樣一杯嗎 早上 空腹 空腹喝一杯 這樣一杯才多少 不到大概三五十CC差不多吧 我大概會 冬天的話會喝到兩百五 就是大概一碗這樣兩百這樣子 那所以說 好啦 那錢也要準備很厚啦 對…你這樣問他 十四太厚了 對 我要問的是 吳醫師 剛剛那個膚臉那個嘛對不對 膚臉那個 加一點點珍珠粉 進去一點點嘛對不對 那這樣子大概多少錢啊 那這個又要花多少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算錢了 不是 我要問比較前期的問題啊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因為這是吳醫師啊 我們又不是吳醫師 是 對 所以吳醫師我們應該 那如果不是吳醫師那時候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因為你知道他都是磨粉的 膚臉那個應該很便宜吧 那磨粉起來你可能這樣一鐵 這樣子下來 是 可能就是一百五十塊 可是你可以吳得還不錯啊 三十天都沒問題的 吳三十次 一百五十塊三十天 不是啊 這磨粉很多嘛 很多啊 那你可能用一個月這樣 你不必天天敷吧 不用天天敷啊 如果冬天的話 我們可能就一個禮拜 敷個兩次了 然後夏天可能會敷得多一點 那OK啦 OK啦 我覺得不貴 很便宜啦 那這個那茶呢 茶呢 我那個珍珠粉當然就是 你看我們才用幾個 少少的 少少的0.3克而已啊 對 然後呢 我們的人生這樣 頂多一杯 用進去一顆 好啦 我知道了啦 有時候你就把咖啡的錢 或其他錢省下來 差不多了 真的 對 對不對 而且你是早上喝一喝 你就精神來了嘛 你不要晚上喝一喝 睡不著 那等一下 這個女生那個月經來可以喝嗎 不行 不行 剛剛講了 因為她有生在這裡面 對 她有生 好 早上喝完這一杯 有元氣之後 還要再做一個操 好 請吳醫師來教我們是 寶乾伸展操 好 好 來 寶乾跟著吳醫師做 對 我們今天那個寶乾伸展操 只有六 七招 很簡單 是 第一招就是我們把這個 雙腳張開 以肩同寬 對 好 然後我們的手 像拜拜的姿勢 放在胸前 好 然後開始吸口氣 吸口氣以後把手往上推 這樣子 好像這樣子 要游泳這樣 往上 然後吸氣喔 吸氣頭往後仰一點點 好 然後開始呼氣的時候 頭往下 彎腰 彎腰彎 要摸到我們的什麼 腳喔 最好如果摸到地板 慢慢來沒有關係 步一步來 好 然後呢 開始就開始往上囉 回來我們的原來的位置 是 那就有在胸前 然後呢 剛剛是反掌要游泳的樣子 我們現在是直接往上 直接往上 吸氣往上 伸展囉 伸展囉 手 肩膀 這樣好像有拉到筋耶 要往上 往上 往上 對不對 腋下都有伸展 對 沒錯 然後呢 雙手稍微張開一下 張開 張開一下以後 我們要開始側彎 先左雪右氣 先往左邊 左邊 左邊 這邊是跟心臟有關係的 這個是有雪的 OK 好 好 彎腰彎 有沒有 有沒有 十五度 十五度 好 然後 維持一下三秒 然後呢 回來 然後呢 再往右邊 右邊呢 左雪右氣 右邊是往氣囉 也是一樣喔 有沒有 整個都有伸展到 伸展到啊 你要覺得側邊的腰 側腰 有痠症的感覺 有 對不對 以後呢 再來往下 往下囉 好 再往下 對不對 然後開始往下 我們要開始剛剛是伸展 對 這個我們現在開始甩腰 甩腰的時候呢 開始往側邊 甩腰喔 不是甩尖喔 來 一 二 三 動 好 往右 對 腰甩出去 小九九 你用腰力 腰甩腰要用力 對 美鳳老師不是甩尖喔 要甩腰喔 還好 還好型男友腰 要甩腰喔 腰甩出去 對 嘴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呢 要收工了對不對 好 收工 收工了 我們就開始來 吸氣 吸氣 好 手呢回來我們的 一樣是在我們的胸膛這邊 然後就開始腳回來 對 腳回來 來 呼氣 其實這樣是滿簡單的 下來 大家可以學一下 我們在動的時候 你觀眾朋友就可以跟著我們鬥 是 我們這個美模擬的養生操 對不對 對 還有它的養生小秘訣之外 等一下我們的型男料理要登場囉 俗話說 東吃蘿蔔 下吃薑 不勞醫師開藥方 可見白蘿蔔有很高的食療的價值 所以我們都知道 白蘿蔔 我們在熟吃的時候 適合用上半部 它煮熟比較清甜 那下半部 因為含有很多的戒指油 還有一些雌化素裡面的澱粉酵素 所以它吃起來口味比較辛辣 所以平常我們熟吃的時候 煮湯或者是燉菜 我們可以用上半部 那下半部就很適合磨成泥 我們可以把它入菜入料理當沾醬 是可以吃到很多這些雌化素 可以達到養生保健的功效 所以平常我們在季節道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很清脆 結實的這些白蘿蔔 那一定要記得不要把皮削乾淨喔 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把髒東西擦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露菜 露料理 所以記得季節道了多吃白蘿蔔 讓你身材苗條更輕鬆喔 美麗是吃出來的 好 我們有請健康大樂組 今天的雷彭老師 嗨 好 今天是型男花老師 還是花型男老師 都很花 就在這邊 一種花 沒有 因為是雷彭老師很善狼 做花的料理 所以今天我們要吃出美麗是 桂花芝麻玉子燒 為什麼要桂花呢 對啊 因為桂花很香 好 對 我們吳醫師剛剛講的嘛 香了以後呢 香了以後呢 就讓你心情愉快 就跟我們的心情跟... 心情跟乾是有關係的 我們就可以酥乾禮氣 是 剛剛香的療法 其實也非常非常有用耶 對 而且花有不同 它的那個... 什麼 特性 特性 而且它也有美白的效果 這個是多佳的 多佳的 有帶芝麻 大家可以把它拍下來 那你可以在家裡也試試看 試試看 應該不會很難嘛 不會很難 好 有請雷彭老師 好 我們先開鍋 好 所以老師 可是我們就要用玉子燒是不是 對... 好 但是要有這樣的鍋子 一定要方形的嗎 要平底的 平底的啦 方形才可以吧 對 方形的 一定要用方形的 比較好 圓的就可能比較不好用嗎 是 素形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 對 因為是... 它那個形狀出來嘛 他們老媽他們都是沒有這種形耶 都是用圓的 圓的就沒那麼漂亮而已 我這個是就是... 這什麼 你們看看 桂花 真的有桂花香 桂花粉耶 你最後還要再炸一點吧 桂花粉要去哪裡買 老師要幫幫你拿那個 對 好 對 然後... 桂花粉喔 對 老師去哪裡 到那個... 桂花街就有了 中藝青的 剛貨店 然後加一點點糖 加糖 老師 可是你剛才這個底 已經有一些料了 是嗎 是我剛剛先... 因為為了節目這個是要冷的時候才可以切 對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煎了一個了 OK... 這是剛剛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對... OK 好 所以你們就是用了幾個蛋 四個蛋 五個 總共五個蛋 然後桂花粉 對 然後醬油糖 醬油糖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對 雜糖是等一下可能後面再炸 煎的時候 對 沒有 待會兒 待會兒 好 這樣很快耶 熱鍋了 對啊 但是油也要讓它均勻 我們用紙巾 稍微把油抹均勻 把它抹勻一下就對了 OK... 這均勻還是不要太油 都... 對... 好健康喔 四方形其實就是好看而已 我們如果沒有四方形 圓的也是可以吧 只是圓的比較那個 它比較不會這麼厚薄一樣 因為它下面會比較深嘛 對 對... 那一定要平底鍋 我們盒吧 關最小 所以等一下還要這樣子翻喔 不用... 這個不能翻耶 一直燒不能翻 然後... 這個桂花 桂花上去了 OK 看起來好厲害喔 然後蔥尾 蔥尾 蔥尾啊 蔥的尾巴 要不然沒有綠色多難看 對... 真的 我真的大吃 紅花也要綠葉配 春天就要吃點這個 還有芝麻 對 好簡單的感覺 可以嗎 對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來捲它了 現在捲它了 那不必再加熱了嗎 不必了喔 它有很小很小的火 沒有... 我幫你弄一下火 好 好 好香喔 香香的 然後把它捲起來 就把它捲起來了耶 好厲害喔 感覺好簡單 你這個高級蛋捲喔 對,真的 這就高級蛋捲了 這也是可以一樣的料理嗎 因為剛剛如果它沒有四角 用圓的可能 看不到它平均 對... 可是要熟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它再捲第二個 沒有 你剛剛那個一個之後 再加一個在上面啊 對,還要再剪嘛 一直燒就是這樣 要一直捲... 一直捲... 一層... 這樣對不對 那真的是要放前在心 那個好的就放邊邊就好了 是不是 等一下捲上去 捲上去 它裡面就會千層... 好多多 真的喔 它到時候裡面就會千層 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比較日式的那個做法 對 就是日式做法啦 這樣要重複幾次呢 三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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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對 好厲害喔 真的 這個鍋子不錯耶 那NEMO老師 我們不會捲的人怎麼辦呢 會捲嗎 一定會捲嗎 慢慢來 打電話給老師啊 慢慢來 對啊,打電話給男朋友 就說人家不會捲 然後來救我們 太好玩了 好,我們這個捲第三層的 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要請教 吳醫師 兩位醫師 你們平常保養的方法 還有什麼 比較簡單的嗎 對 吳醫師先講嘛 看起來非常的合口 水果 水果盒耶 我會帶一個水果便當 你的便當 水果便當裡面有什麼 對,就是看當地的 當季的 OK 像先進這個... 枣子啊 這個木瓜一直都有 火龍果 紅色的 然後有時候蓮霧 有時候會有橘子 有番茄這樣子 搭配 所以顏色都會看當季的 那什麼時候吃啊 通常我都會在 那個傍晚的時候吃 傍晚 就是下午才不要吃餅乾 不要吃那些有的不的 你怎麼那麼聰明啊 就吃這個對不對 對 我是真的有在學 像上次我有來上健康有方 我就學了這一招 最近我是用這一招 我相當推薦 因為剛剛那個明珠 明珠老師講的那個人參很貴 對 那我這個是穿參 穿七跟單參 穿七跟單參 對,穿七跟單參 然後它也是非常的 就是對... 活血化 對 活血化衣 那我覺得喝起來很補 很中醫師養生都用這個嘛 不老單 不老單 對 通常你還缺了一個氣的藥 補氣的藥 用血化衣 都是活血的 對 所以你月經來的時候就不能吃喔 對,上次忘記問這個 所以月經來不能吃 還有誰不能吃 還有就是現在如果是 剛好是孕婦 就是剛懷孕的 可能這個部分也不要吃 還有你經常拉肚子的時候 也不要浪費藥材 拉肚子也不能吃 剛懷孕的也不要吃 還有月經來的時候也不要吃 當然囉 然後平常就可以早上想喝 產後的時候 因為產後我們會有一些血 會有這個... 我們說髒的血 可是因為你裡面有單身 活血 又活血的 會讓它血又流更多 所以像這一類的 特殊體質的 我們就要什麼 稍微比較吃 那老師說老單 還有加一位是加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加一點黃旗 黃旗加什麼 或者是有一點點擋身 都是可以的 我覺得還是如果說 光是這兩位 如果要看體質的話 可能還是再問一下 對,但是單身 跟剛剛說的那個 川七的話 對於一些那個心臟 或血管不好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是有保養的作用 好,那盧醫師呢 好,那盧醫師是... 就剛剛的嬰兒 其實你就是嬰兒 嬰兒 那是什麼 早上的時候其實我也會吃水果 因為來說我覺得 水果大概是早上吃的時候 一方面它吸收了維他命C的部分 也會比較多 對 另外的部分 嬰兒的部分是 因為我常常會便秘 對,我從小的部分 就有性能蓄上癌 對,所以的話 吃嬰兒一方面 當然是為了皮膚 希望它水嫩 可是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重拾調理我 因為容易便秘的問題 對,可是就是要稍微注意 MC來的時候 因為很多女生其實已經會有一點點 想要拉肚子 對,所以來說MC期間 最好也不要吃 OK 好,這是百木耳 好 好耶 好耶 這是剛剛煎好的 但是煎好的時候 要用一個 稍微放涼以後 用保鮮膜把它擠壓 對,然後擠壓 對,然後擠壓 對,然後塑形 好 然後呢 超級千層派耶 真的耶 好香喔 而且手工的耶 這也太高級了 然後這個是卷了幾層 好幾層的 一樣都是三層 三層 三層 你看,它切住 從鏡頭看一下 好漂亮喔 對,摺起來 對啊 都漂亮啦 好 好,幫我們擺盤喔 老師先擺盤 擺盤 對 真的色香味耶 不知道會怎樣 但是現在就是很香 這樣子又漂亮 說難也不難喔 說簡單 不要捲得這麼漂亮 捲得這麼漂亮 而且還要這樣子三層 對啊 可是我就把它切成蛋 卡就把它切成蛋 新的主廚 雷老師 我們如果還剛不會出學者 捲成蛋筆也OK啦 也可以 對 好 只要是吃得美 可以吃出美麗的 我們就努力學 真的 而且它這個 除了吃得出美麗之外 你心情也會很好 對,然後我先把這個 給老師囉 好不好 這可以給他們嗎 這也太棒了 對 好漂亮耶 來,文醫師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階梯式 它這個是也可以讓吃 是美白就對了 因為有桂花 對啊 而且它還有蔥 調整一下免疫力 還有蛋 蔥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你看要擺盤耶 然後上面 它裡面還有蔥就漂亮 可以啊,我也要 口感如何 先Q 對 鏡頭看看 我說漂亮啦,你看 這樣子 學起來… 太厲害了 然後轉一下給大家看 我說主持人先試轉一下 等於要不要跟著轉 不是 轉盤轉 好漂亮喔 真的耶 那再一整一整 謝謝林老師的花料理對不對 是 口感怎麼樣,一定很乾 真的耶 我這邊有留一塊給你吃 感謝老師這麼貼心 對啊 怎麼樣 芝麻還有卡滋卡滋的 蛋捲它味道很紮實 而且真的有花的香氣 我覺得你上面可以再撒一點桂花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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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啊 因為桂花粉更好 桂花粉,桂花粉 來,來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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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桂花粉很棒 老師,不是一點,真的好吃 那我會 對 對 很香耶 桂花會不會有農藥啊 不會 桂花會不會撒農藥的 桂花會不會有農藥 這麼大顆 沒有農藥 這麼大顆 所以... 所以不要... 不要清洗這桂花會不會有農藥 對 對 它有辣椒吧 對啦 好香耶 真的,這桂花味道好香哦 是啊 你煮過以後 在裡面都溶掉都沒事吃 它是香味 是麻煩的 對 是... 可以去一個... 可以 有熟的 有熟 有熟的 有熟的 熟的來了 熟的來了 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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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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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好,來... 熟,熟,熟,熟 這不是很好吃的 但是它果然就比較香 真的 太好吃了 等一下